他在代理市场好像没有做什么事 可是他这一两年做市场做得不错 我是补选选上的市场 一次落选 检讨反省 那自己哪里做得不够 并不是说就是为了下次的选举 输过一次 这两年他拼了 大场纷纷进驻高雄 喊出科技S狼带 但小市民不见产业升级 倒是房价三级跳 要再炒房了 年轻人都买不起 家就一栋房子我会卖吗 但是我女儿他们买房子就困难了 台湾要抓住历史的机遇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半导体 每年都在投资 一个科学人区 也都要六年以上的准备 那所以我们超前部署 陈市长的意思是 凡事都有起头 先搭上这一波科技顺风车 再给四年时间打造移居城市 他赢就是他赢 我们当然看他比较正派 克志恩国民党的有看过吗 没有 只有看过那个竞选的那个堪帮 短短四个月备战 有限的时间内的确不容易 随着韩国瑜被罢免 国民党丢了执政权 怎么重拾选民信心 过去韩政府受美誉的路皮 如今也让柯志恩有感而发 高雄的路真的很烂 真的很烂 而且过去种了很多的树 你看那个树根这样跑起 我一定会把路平当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不要每天只看到一个广大的交通路网 柯志恩论述基础建设 关注教育民生议题 对上陈其迈刻画产业升级愿景 就看选民怎么选 未来四年谁能做主 TVBS新闻吴孝龙 桑佩文 高雄报道